嘿 我是Hennigan 歡迎回到我們的魔鬼世界模組生存 上一集我們玩了我們的砲塔 配合我們的火神機槍 又虐待了一次凋零王 沒有錯 在這之後我們一共有了4顆凋零之星 地獄之星 好啦 管他的 反正知道是什麼就好 我們這4顆地獄之星 我全部都嘗試了把它做成了反重力核心 不過有2顆失敗 只有2顆成功 那目前我已經做出了一個反重力裝置 我已經先拿一個做成的反重力裝置 那這個東西其實製作方式還算蠻簡單的 需要這個核動力單元 然後還有這個鈦板 還有什麼精英電路板之類的 其實 對 就是挖礦就有了 那這個核動力單元就有點像是 我們戰術面具不是會消耗能量單元嗎 嘿 這個就是他的電池 那這個核動力能量單元是用濃縮釉 然後配上一些水就可以把它充電 而這個沒有電的電池則是要這樣子來製作 這個還算蠻簡單的啦 所以這邊我已經準備好了一組已經放在彈藥背包裡面 那我們現在右鍵就可以把這個裝上去 那也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身上這套裝備 跟我們之前不大一樣了對不對 那我又做了一套外骨骼裝備 其實這一套只有胸甲是重做的啦 剩下是拿之前我們做好的 因為之前的胸甲 我們都有附上了這個 IC2的火箭背包 會有一個噴射背包的效果 那因為我們已經有這個反重力裝置了 所以我是決定我要把這個火箭背包給拔掉了 嘿 我不用他了 我們現在這套外骨骼裝甲是只有保護 還有我們的防彈效果 剩下的什麼都沒有了 那我們現在因為已經穿上了這個反重力裝置 所以我們跳下去 然後按兩隻空白鍵 我們就可以這樣空服於空中 會有一個就跟創造模式一模一樣的飛行效果 我個人是覺得應該會蠻方便的 一定會比那個火箭背包方便很多很多啦 所以接下來我都會使用這樣的方式來做就是飛行 這樣之後我們在各種建築還是在幹嘛 其實都會比較方便一點 因為其實火箭背包某方面來講也是蠻難控制的 相信之前在直播的時候大家應該也有注意到 我還不是很會控制那個東西 所以有這個應該會讓我們的生存方便非常的多 好啦 那這邊我準備了非常多奇奇怪怪的方塊 嘿 真的是奇奇怪怪的方塊什麼都有 首先我們來看看這個好了 這個東西是暗色腳手架 那這個腳手架我們會需要先做出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集裝箱 那它是使用石頭 然後配上洗板或者是鐵板就可以做出半組 這個集裝箱算是一個蠻不錯的建材 那如果我們配合這個迷彩工作台的話 我們就可以合成出各種不一樣的裝飾性方塊 再來是我們的第二個 這個是鋼筋混凝土 而這個混凝土跟剛剛那個也是一樣的 是使用這種迷彩工作台做出來的 在這之前呢 我們要先做出一個這個一般的鋼筋混凝土 這個東西就是混凝土 然後再配上一個鐵在籃就可以做出來了 那我們再放上迷彩工作台 就可以做出各種不同的樣式 像有亮色的啊什麼啊 還有一些比較特別造型的 嘿都可以這樣做出來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槍械模組的梯子 那我這邊是選用金屬的 我們一樣也是可以透過迷彩工作台去轉換它的外型 再來下一個這個是泥磚 這個泥磚則是我們降混的一個方塊 這個泥磚要配合這個泥磚四個才能這樣做出來 然後這個泥磚則是用液態泥土 就是把我們的泥土丟進我們的冶煉爐裡面 然後倒出來就會變泥磚了 再來下一個這個是迷彩網頂部 跟這個迷彩網應該是可以一起講的 這個迷彩網是這樣子製作 用泥土還有一些木棒線就可以做出來這麼多個 這個迷彩網比較便宜一點 那它一樣可以用迷彩工作台做轉換顏色 再來我還準備了這個鞍三眼的石牆 這個就不用多講了吧 那還有這個這個是鋼子機殼 這個我們之前也有使用過 還有我們的兩種燈 以及最後一個這個是反應爐壓力外強 這個應該會是IC2蠻後期的東西吧 可是我應該是不會做到反應爐 因為我覺得應該沒有必要用IC2的反應爐 這些方塊的外型都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適合拿來做今天我要來做的東西 如果有看標題應該就知道了 今天我想要到野外 然後再做出一個類似於冰銀 或者是...該怎麼說啊 就是一個有點像是末日世界 然後幸存者要在那邊 抵禦殭屍的一個建築吧 嘿沒有錯 所以我們今天要去一次荒郊野外啦 那我們這次從這個門走好了 那我們就進去吧 好這邊我們來到這個雪地喔 這裡...我們要去找一個比較適合蓋這樣東西的地方 我是希望啦可以是雪地以外的場景 我這次想要找一般的地形 像是平原就好 嘿一般平原拿來蓋這個似乎會比較適合對不對 雪地的話我覺得太白了我不喜歡 嘿然後我們現在穿的是外骨的套裝 所以我們好速還蠻快的 嘿而且我們現在啊 因為外骨的套裝啊 它其實就是有那個跳躍提升的 只是我們之前因為是穿著那個... 唉唷好啦不要射我啦 很煩欸 我們之前是有配上那個叫什麼 那個噴射背包 所以我們這個跳躍提升幾乎沒什麼感覺對不對 那現在我把那個噴射背包給拔掉了 換成反重力裝置 像跳躍提升就還蠻有fu的齁 好啦我們就一直往前衝吧 然後看看能不能看到一般地形 這附近好像都是雪原的 而且怎麼視野距離這麼短啊 這裡是怎麼回事啊 早上都這樣的嗎 這裡是海了是不是 好像已經脫離雪原的部分喔 我錯了不好意思我錯了 還是雪原 難怪欸怎麼都是雪啊 這也是海欸 還是我們該搭船過去了 那我要去找棵樹來砍對不對 這樣我們說樹就有樹了 等一下 雪原旁邊又是熱帶地形 真的是 當我沒有讀書是不是 我記得之前玩沒有這樣子的啊 這怎麼這麼霧啊 而且看不到知道東西欸 然後 嗯 野豬那些我就不殺了啦 之前其實我們在直播啊什麼的 都殺很多了 好像沒有必要 欸我用飛的好像比較快對不對 哈哈哈哈 我何必用跑的 我用飛的明明就比較快 欸我幹嘛要跑到我這北溪浪費一道堆時間 哈哈 我剛才其實 喔唷龍拼 喔那個我剛才其實已經就是 跑了還蠻遠的距離的了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好像差不多到了 這個是 喔這是叢林不好意思 我錯了 欸這裡是沙漠 欸又有外星蟲巢巢 又給我找到了 欸對這個是外星蟲巢巢 這個我們好像也沒有在影片中有出現過對不對 嘿我們上一次找到是在直播當中 這個就是我之前直播有提到的外星蟲巢巢喔 嘿嘿 然後他們有沒有看到他 剛才跑速超快的 我們來找一隻 嘿 他跑速超級快的 看我啊笨蛋 有沒有 他會這樣亂磚 跑速超級快 所以其實我方面 不要不要高壓 不要高壓 這個北七 好我要上去了我不管你們了 我不想理你們 我們來看看這裡 這裡 喔這個是我要的地形呢 完美欸 這個就是我要的 好 那我們現在這裡好了 我們現在這附近好了 大概到 我想想 我們就到這好了 這裡好像不錯 嘿這裡夠平 我覺得不錯 旁邊還有個什麼建築 喔還有小蜜蜂 小蜜蜂很可愛 好啦 那我們就大概見在這邊吧 然後我要先把我們這個 這個水池我想要先把它填一填 然後再來開始建我們的這個圍牆喔 好啦 經過了一段時間 我稍微的把這裡給這樣整一下喔 那整的沒有很好看 沒關係 我們之後再改嘛好不好 我們就先暫時這樣 我不確定我會不會再整過去 不過我們就先暫時這樣吧 然後我們這邊 我已經準備好這個暗色腳手架 還有這個鋼筋混凝土 以及我也帶好了一個這個傳送門喔 我們隨時可以回去拿我們的物資 旁邊呢 我也把一些物資給運過來了 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方便的建築喔 好啦 那首先呢 我們先拿這個鋼筋混凝土喔 我們先從... 這裡開始 蓋好了 嘿 從這裡開始喔 我們這邊先放三格 這個我應該會有點像是 當作支柱的感覺吧 然後這邊這樣放三格 然後再放三格這個 我們繼續這樣蓋過去喔 那我想要圍一個... T型嗎 不是T型 那個叫什麼 L型 是這樣講嗎 好啦 反正我蓋好你們就知道了 我先大概標一下位置好了 等一下喔 這個放錯的 我們... 因為我是不想要用一個正方形 用正方形的話 感覺又沒有很好看的感覺 那我還有想過 就是我們三格三格這邊中間 我還想要開個洞 這樣這裡呢 我們就可以再放個泡台子這邊 然後... 我就可以抵禦外面的怪物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這個 砰 砰 砰 好 對 我們是可以這樣子放個泡台在這邊 這樣怪物就不會進來了嘛 對不對 這樣感覺好像不錯喔 就靠近的怪物會掛掉嘛 然後我們這樣子好了 外面的怪物就不容易能夠進來這裡面喔 然後我可能電線的話再接個底下之類的 這個牆我可能會用個三格厚吧 這樣子會不會太厚啊 好像還好齁 好了 那我花了一點的時間 我把這個牆全部給弄好囉 那最後是長這個樣子 我剛才說不要用正方形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啦 那因為我後來想說L型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把它弄得比較好 因為像冰冰角角那個凹進去那裡啊 就假設我們是L型嘛 那個凹進去那裡我不知道要怎麼擺 它才能對稱 嘿嘿 所以我就還是做正方形啦 哈哈哈哈 哎呀就算了啦 反正正方形也剛好比較好設計內部嘛對不對 OK啦 那這邊呢 我基本上每個這個地方 我們都有開個洞 這裡我們就可以放我們的砲塔 然後可以放機槍這樣子 底下的話我是希望可以這樣開洞 然後從底下充能 就是充電啦 我不確定從底下那格能不能充電 之後我們都可以來試試看 如果不行的話 我們就從這一格來充這樣子 應該都是沒有差的啦 只是電路我們可能就要想一下 怎麼收起來了這樣子 然後外部看起來會是長這個樣子 嘿 這裡的話我還放了一個這個推拉門 這次我推拉門是朝上的 欸我家裡那個是朝上還是朝下啊 好啦 反正就是有一個推拉門可以當個大門這樣子 可以進來喔 然後呢 我準備了這個梯子 這個梯子呢 我是決定我想要這樣子放 這樣我們就可以這樣走上來 雖然說我們這個根本就可以直接跳上來對不對 哈哈 好啦 欸 這樣到底要不要用啊 好像也沒有必要對不對 接下來應該還會陸續的把裡面的 各種東西還有外部的這個外觀都弄好喔 然後槍塔的話 我們下一集我們再把它放過來吧 那今天這一集呢 就差不多到這邊先結束啦 喜歡這次影片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啦可以來訂閱我 持續追蹤我的動態 那也不要忘了我的Facebook IG 或者是Twitter可以去追蹤一下喔 想聊天的話也可以到我們Disco群一起來聊個天 嘿加入一下我們Disco群啊 那我們就下一次影片再見喔 掰掰